我们奉命出来找你已经好几天了 你若再不回去 你否怪罪下来 我该如何担当 我自杀盟主几乎失去了半条命 我不是不愿回去 我只不过求你通融几天 不行 我最近怎么老忘事呢 难道是因为 我谈恋爱了 你们这是 天哪 该不会是食物中毒吧 依依姑娘 不用担心 他们没事的 你还说没事 你看他们都倒成什么样子了 刚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姑娘 你打扰到我们了 请你马上出去 你叫我出去 我还没叫你出去呢 你敢叫我出去 你不出去也行 报上名来 我要知道 待会被我送去 遇见阎落王的人是谁 哎呦 你还敢威胁我 我看一会儿 你自己去给阎落王报名吧 你 好 我要让你死得心服口服 你给我听好了 我们可是 姐姐 这位姑娘曾经是我的救命恩人 不要跟她计较吧 姐姐 不管她是谁啊 你让她马上给我出去 否则 我就让她好好地睡着一会儿 哦 原来这些都是你搞的鬼 是又如何 你个死婆妇 看我怎么收拾你 你在说什么 你没听懂啊 我再说几遍 死婆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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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又姐姐 不要再为难她了 月儿你别等 让她过来 姐姐 看来在御师妹的眼里 已经没有我这个姐姐存在了 不敢 我只是希望可以放了这位姑娘 哼 放了她 可以 那你现在就跟我回去 回去 啊 月儿 到了半天 你几是要把你带回去啊 那你还等什么 赶紧跟她回去啊 我 哎呀 我什么我呀 你离开家那么久了 也该回去了 再说你姐姐那么给你面子 把大家都迷倒了才让你回去 这么好的姐姐 现在很少有了 你还是跟你姐姐回去吧 这位姑娘 怎么你 哎 姐姐啊 我一开始都不知道 你是月儿的姐姐 有事冒昧了 你要是想带月儿走的话呢 就快点 不然天都黑了 哦 路上你们会不会饿啊 要不我查点菜给你们带着 这倒不必了 月儿 我们走吧 那我回房去收拾一下 终于走了 终于走了 还有什么可收拾的 我们还要赶路呢 Perry儿 我是办法 ур纨 我 mindfulness 吕 我 看ой 你 你 有事 岳姐姐 师妹 人家在跟你说话呢 叫我 你是怎么了 婚不守舍的 还是 这阵子你迟迟未归 在外面有亲上人 没有啊 你在说什么呢 没有最好 寒沙宫的借条你也是知道的 要是对男人动了感情 不用我说 你自己应该知道是什么下场 娘 爹已经不要我们了 你不能死啊 娘 你病了 让阿宝带你去看大夫 爱得轰轰烈烈 死得淒淒惨惨 但爱情走到了尽头 娘 你不要死啊 男人又何在哪里呢 娘 你醒醒啊 求求你娘 娘 你不要死啊 娘 你是不是在找这个 你找这个吗 你找这个吗 娘 难道爱情的尽头 真是如此啊 娘 你醒醒啊 娘 我带你去看大夫 我带你去看大夫 求求你不要死娘 求求你 我带你去看大夫 但你Ha 那就 Jahr 我带你去看 我带你去oe 道尔 你 partnership 丑 伍我们 看我 готов Ir 这雨沾 月儿不是说 是它最宝贵的东西吗 为什么会留在这 喝了这个排除万毒 不过一个时辰 盟主啊肯定会醒过来 等一下 干嘛 我从来就没听说过 什么排除万毒的药 这药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呢 放心好了 没有问题的 拿 药吃完了 过会儿你们盟主啊 就会醒的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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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杀我 杀了我的话 盟主就真的回不来了 别给我废话 盟主都已经死了 没有没有 那个药是赛华托配的 如果把赛华托请过来 他肯定能把他救回来的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鬼话 任堂主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不想为盟主报仇吗 司马又是 你先别冲动 难道你相信他的鬼话 他说的话 也不是没有道理 久闻赛华托 有起死回生之力 也许 他真的有办法能救回盟主 就算他肯来救 违必就能奏效 老头子 我知道以前是我不对 你快来救我吧 我以后再不这样了 如果你不来救我的话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赛西施 我看你那个死老头 是不会来救你吧 两个时辰的时间已经到了 启禀又是 已经到了 斩 老头子 你终于来救我了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来救我的 我才不会来救你 我是来看热闹的 你想救你的妻子 那就要看你有多大本事了 我既然来了 人我一定要带走 老头子 只要你肯来救我 我就是死也值了 你也没救我了 太好了 你没事吧 没事 我先救你出去吧 你来干什么 耳背啊 我当然是救人的 他不需要你救 你给我滚 救凭你 难道要我指望你 你给我回去喝你的老酒吧 我救得了他救不了他 跟你无关 这么狂 难道你忘了我是你的 死对头 不用你提醒 好 今天咱们就把账给清一清 看谁有资格救他 我怕你不成 我怕你啊 喂喂喂 你们搞错对象没有了 吵什么吵 快来救我啊 今天不教训教训他 我浑身不舒服 既然你想在那么多人面前出丑 我乐意奉陪 那也得看你赢了我再说呀 好 人堂主 这算怎么回事啊 不管怎么回事 这样他们争得你死我活 倒也少事 这儿毕竟是至尊盟 岂能容忍他人在这儿撒野 人堂主 我看你还是把他们擒下吧 不 我们的目的不是抓人 是要救人 又是 我觉得还是照原地的计划来做比较好 既然你不可回家喝老酒 那我今天就把你的酒全部倒掉 让你没酒可喝 这是霸王酒哎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 你这个江湖大夫既然做得这么绝 就别怪我不义 我毁了你要香 你不敢 因为如果没有那个药箱 那你就救不了他 好 我走 这笔账 我们来日再算 你不是要救我的吗 怎么走了呀 是他不让我救你的 等等 别喂了 他来救你 只会坏事 赛前辈 你玩够了吧 该谈正事了 谁跟你玩啊 还不带我去找关玉天 还不让你听着气死呢 不像是个死人呢 红说八道 他都已经死了好几个时辰了 我的意思是 蒙主毫无气息已经好长时间了 你难道连这个都看不出来吗 秦明有神 人中不虚 有哪个死人 会有这么好的气色 我看 关羽天根本就没有死 赛华佗 你先别急着走 你把话说清楚 王主怎么没有死 我一生见得死人活人多了 谁要是想在我面前装死装活 没那么容易 好了 不管你们怎么想 我不奉陪了 如果你想走 就把神药留下 我们自己来救 你 你 你又不是大夫 我凭什么给你 赛华佗 既然你说盟主没有死 那你就想办法救醒盟主 证明给我们看 司马佑士 你说是吗 我看 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一号盟主 铁虎 铁虎 这就杀了他 哈哈哈哈哈哈 啊 说到底 还是想杀我 如果你能救盟主 我们自然会放你走 人堂中你什么意思 为何三番五次地阻挠我的意愿 这是逼我自己动手啊 行了行了 我答应 一致关羽天就是了 我答应 当然没死 我还打算长生不老呢 属下刚才明明看见 盟主已经弃绝身亡了 为什么此刻又 怎么 看到我活过来 你不高兴 哪里哪里 属下只是一时之间想不到 对了盟主 那个九龙石 真的有那么厉害 你根本就没有死 刚才我连碰都没碰到他 关羽天 还我腰来 赛华佗 你要杀我的最佳时机 已经过了 刚才我感觉到你 一嗅鼓起真气 如果我再不出手的话 我真的给你依死了 对不对 看来 你是想利用御赐之势 故意设了个局 请我入卧 为的就是这个九龙石 算了 我失算了 你说的一点没错 本座 苏文尼 赛华佗 脾气固执古怪 一定不愿将九龙石 交于本座 如果应抢的话 你肯定宁愿把它销毁 也不会让我得到 我说的对吧 盟主 这九龙石 到底有何妙用 值得让您如此费心 古老相传一句话 九龙石 成雷玉上天 这曲子龙的包衣 加上神土西壤 才能造就五百年才一颗的九龙石 它可以让人功力大增 长生不老 力量神奇 我终于到手了 如此神药 也只有你这蠢人 才会用来普救众生 可惜啊 可惜 你可惜什么 你想做什么 我就可惜什么 好 果然有胆识 杀了你 真是可惜啊 师父 托儿斗胆 相信师父放了赛华佗 任堂主 还轮不到你来发落 好 既然东西我到手了 今天我就放了你 你不是说 这个人怀有恶意而来 为什么还要放他走呢 盟主 不如把他杀了 以防祸患 你们住口 我什么时候说过 要听你们的意见呢 不敢 关于天 别以为我会感激你 潜行 你要我放了他的理由是什么 杀赛华佗简单 但是却失去了收拢封城三峡的机会 赛华佗 赛西施 还有九中仙 这三个人 这三个人气味相投 也只有赛华佗 才能引出 来袖无影的九中仙 这三人 能收则收 如不能收 一定要一网打尽 不能留下后患 更何况 我们的心腹大患 海沙宫的赫连霸 正对我们虎视眈眈 这个时候 只要多一个朋友 就是少一个敌人 这次能够顺利地拿到九龙石 潜行 你功劳不小 待师父神功有成之后 再传授于你 会让你一生受用不尽 多谢师父厚爱 老头 老头 你吓死我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看到你回来太好了 那个关玉天 他怎么样了 别说那么多了 赶快跟我走 回家去 我不嘛 难道连你也一把关玉天 那你怎么回来的 问那么多干嘛 跟我走就是了 快走 不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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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你不跟我说清楚 我就不回去了 不走了 好啊 要是那个混蛋再派人 把你抓回去杀头 那我可不救你了 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啊 哎呀 老头婆你想啊 这关玉天抢走了我的九龙石 居然还放了我 天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啊 这个时候不走 恐怕就惹火上身了 什么 九龙石被抢走了 哎呀 哎呦 你怎么那么没用啊 那可是你祖上花了一生的心血 才提炼出来的 五百年才难得一见的神药啊 你 哪有五百年可以活呀 哎呀 那你以为我心甘情愿啊 我不也心疼吗 那有什么用呢 啊 我又打不过他们 那不把卖宿死吗 哎呀 哎 那关玉天 为什么会把你放过来啊 哎呀 就是不知道他为什么 才觉得他诡异啊 总之啊 我们这时候走 那肯定没错了啊 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把九龙仙给找回来 然后从长计议 我在想啊 如果我们封城三峡合作的话 那个关玉天 也不能帮我们怎么样 啊 我愛你 你是谁 别急 别急 我们有的是时间可以慢慢聊 先睡一觉 哈哈哈哈 滚